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 携手祖国发展 魏文信表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迎难而上 砥砺前行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台湾同胞携手团结奋斗的结果 一年来 全国台起连 各地台协 团结带领广大台商台起 积极投身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参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做出了积极贡献 魏文信表示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破坏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明确了新时代 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祖国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将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注入新动力 创造新机遇 广大台商台起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 广大台商台起只要坚定信心 抓住机遇 主动应变 发挥自身优势 坚持创新驱动 积极转型升级 就一定能够在大陆获得更好更快发展 魏文信表示 新的一年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和外来干涉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始终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继续为广大台湾同胞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事业 希望广大台商台企把事业发展 同国家繁荣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结合在一起 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慰问信发出后 在台商中引发强烈反响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在接受中国台湾网访问时表示 国台办这封情真意切的新春慰问信 体现出新年的新气象 新作风 信中接地气的言语 集对全国台企联各地台资企业协会 和广大台商台企工作的充分肯定 化成阵阵暖意 冲散了疫情阴霾和冬日严寒 旺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林天良表示 新春慰问信暖人心 2023年 旺旺集团将一如既往地 积极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投身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共促祖国完全统一 共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疫情退去 万象更新 全国台企联青委会主委周代祥表示 2023年一定是机遇之年 作为年轻台商台胞代表 要勇于探索创新 抓住新机遇带来的新挑战 与同胞乡亲们紧跟国家发展脚步 做好桥梁纽带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贡献一己之力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草木漫发 春山渴望 2023团结两岸力量 共创中华绵长福祉 又是一年春来到 神州光景处处新 新年一时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发布的多封贺信 饱含深情 催人奋进 凝聚其两岸同胞携手奋斗 共创伪业的强大正能量 打击台独 反对干涉 共促融合 推进统一 这是感动无数中华儿女的伟大事业 更彰显出两岸同胞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的硬核力量 催伤虽多 抑郁力 直与天地 争春回 两岸一家亲 都是中国人 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强大 民族强盛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 生存 发展 尊严的保障 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使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迈不过的砍 2023年 两岸追梦之旅已经启程 祖国大地处处崭新气象 呈现勃勃生机 在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 只要两岸同胞合中共计 共同奋斗 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为满足金门马祖地区民众春节返乡需求 停航近三年的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 和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 分别于7号和8号恢复通航 请看详细报道 1月7号 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 率先恢复通航 复航首日 共有90名旅客搭乘金轮龙客轮 复航首个往返航班顺利完成 夏金小三通客运航线 每天执行一个往返班次 客轮上午时时 由金门或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起航 抵达对岸后再于中午12时返回 每艘客轮载客量约为300人 1月8号福州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 初期每周执行两个往返班次 每艘客轮载客量约为170人 据悉为迎接此次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 福建省边检海关海市等相关部门 均已提前做足准备 对相关设施客运船舶等 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 并评估航线安全情况 清理航道 优化通关查验措施 提前开展应急演练等 为往来旅客提供出行便利和安全保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 1月8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实战化演练 重点演练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等内容 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坚决反击外部势力 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挑衅行径 台北市第三选区民代补选8号举行 中国国民党候选人王鸿威 以5780票的优势 击败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 这是民进党历经2022年底九合一选举 嘉义市长严选后的连续第三次败选 请看详细报道 在8号举行的台北市第三选区民代补选中 中国国民党候选人王鸿威 以60519票 得票率52.26%胜出 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拿下54,739票 得票率47.27% 据台媒引述岛内悬务机构数据 本次补选的选举人人数 共267,965人 投票率仅43.35% 王鸿威选举获胜 抱住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本民区 也为中国国民党拿下这场被称为 九合一选举延长赛的胜利 而民进党在这场补选中的失利 是继九合一选举嘉义市长严选后 接连第三场败仗 去年11月10号 蒋万安应代表中国国民党角逐台北市长选举 而辞去该选区民意代表职务 根据岛内相关选举规定 区域民意代表辞职后 且上余任期超过一年 应自辞职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补选投票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云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再见